引開一個Number,把它梳理一個098888 然後給他一個SMS 剩一個訊息給他 Send之後的話 那這邊要能夠 Receiver我要能夠接收到 Send過來之後的話呢 這個Receiver,所以我需要一個Receiver Pocket Receiver去接收到這個訊息 那接收到訊息之後的話呢 可以幫我怎麼樣呢? 可以幫我轉換到下一個頁面 那下一個頁面的話就是另外裡面會有一個 裡面會有一張圖 這個Send 應該是Send這個 下面是GPS 應該按這個 上面這個 OK 那如果Send過來之後的話就會有一個 那實際上第一個 我們要做一個Pocket Receiver 另外的話呢 要另外一個頁面能夠切換過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做的第一個 這個專案的部分呢 它的結構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interface部分 我們需要兩個Layout 預設的話只有一個Man 那這裡的話呢 如何新增第二個這個Layout 那這個Layout的話叫Image OK 那可是問題 這一個要切到這一個的話 裡面會牽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要用什麼方式去切換 那如果做網頁很簡單嗎? Hyperlink就可以了 可是呢 在Android裡面呢 切換的方法 我必須要在Source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 我們的預設是這一個 這個是主要的Activity 但主要Activity呢 打開來之後呢 實際上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Source裡面呢 一定是從什麼? SetContentView這個地方呢 它一定是去載入哪一個呢? 載入Man 可是呢 我今天要載入Image的話 就必須要多一個什麼? 對應的什麼? 對應的Activity 也就是說 Activity是控制什麼? 控制View的 控制Layout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 Activity的話 是沒有辦法開啟 所以我必須要在Source這個套件裡面呢 再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Image的Activity 那這個Activity實際上非常的簡單 跟上面的Activity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這一行 SetContentView有沒有 裡面不是載入什麼? 載入的是Image 那也就是說 其實 如果我們沒有牽涉到 那個Pocket Receiver的話呢 如果將來要切換 就很簡單 你就第一個建一個Layout 第二個呢 再建一個Activity 那這個Activity裡面的話呢 就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把它改成 我們要載入的這個View 然後呢 再去怎麼樣? 把這個開起來